现在有个很好玩的现象 就男生啊 就童年期的无限延长 就他没过童年期呢 他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个需要照顾的人 他在家受他妈照顾 和你在一起之后受你照顾 然后你看他的心态 和孩子的心态是一模一样的 你应该照顾我 所以你应该对我好 但是你究竟知不知道 什么是照顾 照顾 关照和看顾 照顾里面就是有管理的 你跟你妈在一起的时候 你妈管你吗 管理 对啊 你跟他在一起 他不也管你吗 现在男生的一整个 童年期的延长导致了什么 导致他们在整个恋爱期 都是一个找妈的过程 就你看他在电梯 他看到你的时候 第一反应不是 哇你真好看 或者说我特别爱 你特别想跟你在一起 或者说我对你有一个 什么样的冲动欲望 他对你的第一反应 是你能照顾我 那对于你来说呢 现在姑娘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母爱期的向下延展 母爱这件事情 在一个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小女孩身上 就已经爆发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就是一个到处找妈的小孩 和一个已经爆发母爱的少女 碰到了一起 所以我不觉得他不想结婚 他也想结婚 只是他要的婚姻 和你要的婚姻是不一样的 你们的问题就卡在这个三观不同上面 你们并没有去互相爱上一个 可以足以支撑自己生活和将来的这么一个人 那相爱这件事情 其实是相互找支撑 如果找不到一个足以支撑你将来 你未来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所有一切的恋爱都只是恋爱而已 而不在于未来的生活 所以我建议你们两个人就好好地想一想 你们可以找一个妈 你们也可以找一个孩子 但是孩子和妈之间的关系 究竟到什么时候结束 什么时候才真正地可以让自己安心 让自己拥有安全感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来 齐总 女孩一直强调说 自己宝贵的青春被浪费了 策略的青春被浪费了 感恩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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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彼此之间很好玩 你大概会忘了回家 忘了结婚这件事情 如果他真正成熟了 他会愿意跟你回家 会愿意跟你结婚 所以你们的步调是完全不一致 你明明知道 一个年轻的男性 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而这所有的不确定性 恰恰是成长的过程 如果你愿意陪着他共同成长 那么就要历经很多风险 可能只是一个炮灰 但是因为你爱他 你愿意承受这种风险 如果你不愿意 你今天根本不应该来 既然你打定了 要回家 要结婚 就不要给他任何希望 而对于男生来说 他此时此刻的情感是真实的 他至少认为 当下和你相处的这段时间 是美好的 但是你却不认为 这是你最好的年华 你觉得我的青春在浪费 当你说我的青春在浪费的时候 说明此时此刻 你跟他的相处是不快乐的 那既然是不快乐的 那又何必要在一起 沈从文说 我看过很多地方的云 行过很多地方的桥 喝过很多地方的酒 却只爱过一个 正当好年龄的人 那也只是一个男人 在经历过很多之后 才会发现当初的珍贵 他才经历多少 他没经历多少 所以你要么陪他 去看很多地方的风景 最后让他感慨 最爱我的人是 对面的这个女人 如果你不愿意承受这些风险 也不愿意享受当下的美好 那你就尽快地离开